裡面要寫哪些東西?大概看一下,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會有一個confirm confirm裡面的話 確定是不是要結束一個字串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字串就會出現在這裡 後面有確定取消兩個按鈕 對 那如果那也就是說那將來如果按下確定的話 他回傳會是什麼?會是True True的話表示說使用者怎麼樣?他要結束喔 所以if如果他裡面是True的話 那就怎樣呢? 執行這個 .app .in this app的方法就關閉了 所以其實要寫一個關閉 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OK所以特別注意喔 連結在這個地方 重點再講一次 特別注意喔這個地方 就是第一個 界面上面你一定要 有一個什麼呢?一個關閉的這個 這個按鈕 有沒有第一步 那名稱的話呢就叫做 end end 然後連結的話就是什麼呢?一個緊字號就可以 那再來這邊的話就是圈連結他 後面的話呢加上一個方法 就完成 結束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底下這邊有一個按鈕 叫做 就是說 Btn show home 1 連結Click 然後去執行哪個呢? show home的這個 方法 那這個方法裡面的話 就是要顯示那個 美食的景點 OK你們看一下 第二個是當我點下下面那個按鈕也是做連結 那裡面主要的重點 有哪一些 哪一些事 他做哪些動作呢?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的話呢 主要 是 做一個什麼呢 做一個那個 Change page 裡面有一個叫slide 也就是說呢 我們這邊可以做一個那個 等於是動畫的效果 所以你在切的時候呢 會多一個動畫效果 如果你不加這個動畫效果反正你就把它怎麼樣 把它連結過去就好 這邊的話會有一個動畫如果你將來要做出動畫效果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加上一個什麼 一個方法 好啊底下各位可以知道當 這一個 Change page的時候 然後呢做一個slide的就是那個 類似簡報播放那樣的效果出現OK 後面的話呢加上一個 這個 一個避免重複觸發的這個敘述OK 這樣的話呢我們就完成這一個頁面 就是在那個 Map page裡面有個關閉 跟這兩個部分會做連結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其他頁面部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到達到達了 到達了